李自成和张献忠是明末的两位著名农民起义领袖 他们两人通常被拿来相互比较 虽然最后李自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评价要好于张献忠 但在两人刚刚参加农民起义的时候 张献忠的地位是要高于李自成的 当张献忠已经是一支独立部队的领军人物 且号称七赢八大王的时候 李自成还只是高盈翔手下的一员将领 当高盈翔被明军俘获处死后 李自成才接管了高盈翔裁余的部队 并接受了闯王的称呼 正式成为一支独立部队的领袖 和张献忠平起平坐 之后两人的命运跌宕起伏 他们的实力强弱 主要取决于明末的那些人是否将重点对准他们 如果重点在李自成身上 李自成就会堕入深渊 比如崇祯十一年李自成被红城重打到只剩下十八旗 最后不得不向张献忠求援 在张献忠的支持下才得以恢复实力 而张献忠也一样 崇祯十四年 张献忠被左洋狱击败 军队溃散 当他去寻求李自成的帮助时 李自成却想趁机吞并他 最终在罗乳财的帮助下 财得已都筛在起 不过 到崇祯十五年之后 他们二人都渐渐走出了起起伏伏的状态 整个农民起义形势走向了快速发展的通道 这一年开始 李自成和张献忠不断攻取襄阳 开封 西安等大城市 而且两人还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政权 设置地方官员 在崇祯十七年时 李自成更是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他在西安登基称帝 建立了大顺朝 三月李自成又杀入北京城 逼死了崇祯皇帝 那么这个时候张献忠又在哪里呢 又在做什么呢 1643年下半年 张献忠攻克了武昌等湖广地区 此时的李自成也把眼光投向了湖广地区 而这时的李自成要比张献忠强大 为了不与李自成发生正面冲突 张献忠只好将目光转移到了偏远的四川地区 崇祯十六年1643年年底 张献忠放弃刚刚到首几个月的湖广 率领军队向四川进军 1644年正月 张献忠攻克奎州 出战告捷 之后张献忠继续向四川腹地进军 与此同时 李自成也在集结大军进军北京 但是三个月后 双方的成就却天壤之别 李自成在这三个月内势如破竹 沿途明军除了宁武官之外大多投降 所以李自成得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 顺利推进到北京城下 将北京城团团围住 而此时崇祯皇帝外无擒王之兵 内有投降的内奸 所以北京城很快被攻克 而张献忠在李自成取得重大进展的这三个月内 却困在四川毫无进展 只不过张献忠并不是受困于军事 而是受困于天气 从正月到四月 张献忠的部队因为万献发大水 导致军队无法行军 所以在万献停留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这三个月内 李自成完成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先攻破了北京城 后又在山海关兵败 此后走上了下坡路